今早早有Jason先和我們討論市房 Jason 你好 早安 早安 上星期恆子低開後 可以修復大部份室地 甚至試過倒聲 結果上星期恆子頗強 升超過500點 我們叫做維穩 找到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市房都很穩定 5,5,5收還不強 但今星期兩會明天結束 還要不要去維穩 還要不要去找 這個會否是大市的主要隱憂 不是 要股掌要升 要喝彩 你跌了 真是掃興一點 其實接下來兩會完結 大家有些大變動未必會出現 大家都是接受 或者可以叫內地方面兩會完結後 內地股市是繼續平穩 少許一段時間或慢慢編好 但最主要我們看今星期 一些叫做豬南籽股份 大家炒開的 好像騰訊 接下來一路出業績 另外還有就好像美國議息 議息大家都預有九成以上加息 加息完之後 有沒有更加多的 今年的一個加息路向 到底偏甲還是偏英 其實市是等待這些因素的 所以暫時來說今個星期開局 更換一點 我覺得是繼續會沉下去 近三萬億的位置也不出奇 但我想到中五打後 市會慢慢轉強 因為暫時你見到今天開始 沒有什麼很新或者很強的題材 好像剛才Winnie也說了 今次稅前大家炒開的 熱職就不算有驚喜 因為我都預料到一些藥業股 去年其實是大家炒好 今年的收益強勁 但其實去年方面的收益未曾回來 所以暫時大家缺乏一些 叫明確的辦法來炒的話 可能早點會悶一點 大家忍一忍 但如果你說接下來出業績的股份 或者出了業績的股份 我覺得會更加安全 因為出了你最少不用吃一次京風省 驚途蟹浪的大家已經接受了 反而你說找回職休股的話 我覺得更好一個炒作題材 好 研究一下長和系的股份 四隻去研究 上星期全媒放在李嘉誠退休身上 但勸商其實不是特別關注 因為大家都說 其實李澤巨都入了集團超過三十年 相信集團的方向不會大改 而且這也不是一個意外 反而四隻去研究 特別看的是長實集團和電能 我們說說長實集團 他們說除了本地的地產業務之外 更加關注它的收入質素改善 以及做回購 兩間短商都說 長實集團經過過去年多項的收購 拍攝著系內有幾家一起做 現在變成經常收入比重 由之前大約三成升到超過四成 變成收入基礎更加穩固 看好它 有些大行上條的評級目標價 看到80元 升一成二 會不會四隻內容是長實集團 雖然本地地產他們好像靜了一些 但其實它有些新的東西 混合在長實集團 其實就是長實集團 我想現時比市場方面 由長實地產又回到長實集團 的確給少許時間 接下來的資源投資方向 可否更加進一步清晰 但當然你現時撇除了地產之後 變成長實集團 可以更加發展你其他有錢賺的項目 不用說只是做地產 對長實集團來說是一件好事 最少撇除了一些包袱 但其實當然現時大家口裡說不 其實會否真的不擔心 前主席是一個退休 大家都會有一定的審理上的影響 但這一點我想 給少許時間 大家去適應或者消化 其實是可以過度 因為大家都已經預計之內 我想去年大家都做了很多的準備 前年也沒有退休 但今年才退休 其實你今年也去到近90 現在來說是一個挺好的交接時期 但你以後續來說 比較上會否更加看好113億 我想重點是回購 若果有回購的動作 其實對股價有一個比較強的支持 你看它的股價 短線去看 上升軌跡斷了 大行看到80元樓上 即是跳出這幅圖的頂 但市場即時的看法不是這樣 但現在反而跌倒下來 算是一個理想的賣入位置 賣入位置我覺得都可以 但你所說持續長和系 本身你所說 因為113比較新的時間 但若果你所說持續1號 基本上你持續大概12年 其實股份的息或增長 是令你不用錢 所以其實長線持續長和系是可以 但你所說做短炒是難炒 因為其實幅度不是太大 所以相關這些股份 我都可以進行這些趁低吸納 可以跌多一天之後 再來吸納也不遲 四隻裏面比較大驚喜是電能 因為它派了6元的特別股息 因為上星期五 它中午出業績後 下午都升得挺好的 但今天回到來的時候 就馬上回 你看它的股價走勢 其實都未反映到 那些6元的特別股息 今快就會 有勸章也很仔細跟它計算 三次派特別息 加上已經400億 還有去年你收購的 投資在澳洲能源 DUET 也用了90億 即是等於去年年初 那些正現金就用了 所以接下來你說 你再博它派特別大 派息就沒有了 再加上業務的前景 其實都看得覺得 即是去年的業績 看真點 其實都是弱了 是否電能收了這6元息 還是不收就應該要離開呢 是的 其實電能派息 我想就是派了為止 我想是一個大方 因為其實好像大概兩年前 都有合併 但是合併不成 投票不通過 其實現在是說派進了 其實接下來6日 會有更加多的新動作 其實未必像過去那幾年那麼活躍 所以你說知資金 其實你說知現金就差不多派了 若果搏後續還有特別息 大家就不要搏 但是反而你說知 今次收了這個息 我想收息之前 或者是除淨前 都可以考慮拋拋 或者是趁高減的 因為其實特別息 或者派息也好 你的股價也會跌下來 所以你其實就算拿著 不是應該拿著不放 其實你的股價也會跌下來 反而我覺得在市場 都可以叫後續沒有特別息 可以再派的話 可以趁高減持也還可以 能的魅力是否都沒有了 即是隨著他手頭的現金就派了 新主席也接派的 你則他都說暫時不會再提重組 即是在他身上的憧憬也沒有了 會不會 是的 重組不用了 因為其實息都派了出去 反而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回1038 大家不妨留意多一點 因為其實你現在來講派息 當然常常有比較多的資金收回 1038都有的 其實收回一些錢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投放 最初就是打算這樣合併 1038有很多發展 但是現金不夠 6號有很多現金不夠發展 拼完之後就完美 現時來講他派了這麼多現金出來 反而我覺得1038的發展潛力 反而可能更大 所以你說這樣換的話 不如大家可以看回1038的發展潛力 未來可能更會比較強 但幾隻都是舊經濟股 所以走勢和近日的市況 都是有些差別 大家都心知肯明 你有增長增長得多少 而且現在是風險未來高的市況 不高的反而給你看 投資者的心態 我想超人都明白 好像我在記者會中聽到的一句話 我們將會有大動作 即是中環中心收回一些錢之後 我不知道他 他說到時你就知道 又看看旗下哪一間出手 對 但問題是有甚麼 現在來說真的有甚麼大增長 穩陣 因為現在大方向 大家都在找獨角獸 但現在才捉獨角獸 其實會更貴 所以反而應該補回現金 會更好 市場捉一些反而有消息的 或者有機會大一點 談談金絲水 這隻對他很大期望 之前腫瘤細胞的Cartia FDA那邊美國的藥品局批了 跟著跟強生旗下的科技公司 又合作研發 又投資2000萬 接著又再衝憬 旗下子公司有些癌製品 連內地也批了 這是上星期的消息 出了業績之後收入升三成多 但純利是要微跌 它未跌不夠0.2% 大約是2612萬美金 但他也特別提到 如果扣除了投資盈規 及外匯這些因素 經調整順利可以升到五成二 這個股很難去解讀 很多人都不明白 都是投資分析員的死穴 Jason怎樣看呢 這隻是特別一些 它有很多正面消息 但股價波動 大家都知道這隻是港股湯股份 都未必受到基本因素影響 那些藥真的可以 又賺錢又救人 多好 但未到 對 而且最大問題是未到 因為其實你見到密集的消息 其實是來自上年 差不多九月開始發酵 例如是好像一些藥品被批准 FTA 對 美國當局 對 可以完全批准 但整體來說 去到九月 十月一路消息發酵 消息到 其實不是盈利到 所以其實 你上年方面的盈利 其實大家都不會太高預期 而且我記得已經是二百多倍 會不會下一次業績會好呢 對 我覺得下一次業績會好 其實我覺得它出資料這麼密集的話 若果有盈利回來 或者藥品可以向時陽方面銷售 它會一定公佈 怕不怕到時候 這些人 他回了盈利後 又投放在第二個發展 即他永遠有錢 他算是永遠沒有錢下台 這樣就變了 這就是分析的死亡 其實都可以的 尤其是他做一些腫瘤藥 其實你做之後 的確可以造福人群 但這個藥其實不便宜 你說美國那時候也要四十多萬 那你研發也很貴 對 其實你現時真的有個 可以外銷的話 真的可以 因為內地方面 上年才可以接批准 說臨床試驗 可以吸取外國的報告去做 其實你看到那個速度 在加快當中 但加快不代表它這麼快有零利 所以其實 的確是內地的藥品市場 是慢慢成熟 但成熟未代表這麼快有收益 所以要捱 如果你說中期的業績 大家會比較關注 到底這些藥品是否真的銷售得到 出到街了 其實你自然有盈利回來 我想大家都會關注 對 關注它每期公佈方面一些細節 因為它都很透明 市場向市場方面有些通告發出 但它的股價也是巨浪 一個星期是輕輕的 就有一兩成的升跌幅 那時候是沉水期 但今年高位是30元以上 一下子可以沒有了一半 變花15元 你就知道 這跟基本因素沒有關係 這跟北水喜不喜愛它 說那期是否看重拒 沒錯 如果是很難捉 其實是比較難 我們看到就是不遂 過去這幾年有什麼股份 是這樣的形態 美濤曾經試過 然後之前又有優太科技 就是手機設備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狂炒一輪之後 何時可以確認是完了呢 就是收益真的無法回到你 如果你說收益無法回到你 或者大行出現報告 就是看淡 其實大家很容易看 如果現時24元左右 有天真的劈價下跌 你說跌到15%以上 不懂反彈 其實可以宣佈大家先行下車 現時 5%嗎 是15% 因為它曾經美濤和優太科技 都是這樣打下來之後 接著調氣就沒有戰感強 為了大家就是這樣看著 就是看著它有沒有心跳 有沒有心跳 它升一下跌 無所謂 最怕它沒有反應 這些股份是這樣的 有一個區限給你15% 但今早開始後 它又真的沒有反應 現在它沒有升跌 只是偏遠 只會靜 日後也不會靜 暫時正在消化 另外還有一種順宇 就是在開市之前 我們看到早段是做好的 可以逆市跑贏 今早他也會出業績 這些會否有些憧憬呢 Jason 如果你說信譽 我都覺得有一定的憧憬 但當然現時 很多股份都是 近期出現業績就先打下去 就算你之前說的 IGG 很多科技類股份都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說今天下午 好少少價 就趁高價 但中線我都繼續看好鏡頭股份 尤其是內地客為主 好像信譽 都是以華為 或者其他內地知名品牌為主 站在大行那邊 比較上沒有那麼多影響 收到